百年变局对话承平 我们上一集我们谈到了 承平所理解的 用百年的角度来看 中华民族的一些变化 来理解什么叫中国社会 那么它归纳了几个特点 大家应该有一些共鸣 或有一些思考 那么百年变局的中华民族 走到了今天的关口 我们暂且不论是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 这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 往下应该怎么走 它现在存在一些什么问题 我觉得存在的问题 也是中国人的道路 每一次碰到困难 就存在的问题 有没有大相似之处 相似 财政困难 你客气了 不应该先说财政枯竭 你要一方面说 中国百年走到今天 应该啊 现在叫做这个 不管叫民副国强 还是国副民强 那现在外表都很光鲜 也不是外表啊 是真的很光鲜 很闪光 但是的话呢 怎么又很缺钱 这好像也是中国道路的一个 一个这个 一个叫什么现象 但有规律性的现象 我们说假定是明末 崇祯帝的时候也是财政枯竭 也是官号 也是财源 然后到了这个晚清的时候 其实你说保路运动的兴起 也跟那个中央财政枯竭 我看到连汉武帝被强大的时候 也是财政没钱的时候 是 你看那个民国晚期 也是金元界呢 也是财政困难 现在归咎于纪朝顶纪朝柱 我这个也不公平 国民政府的本身的治理能力 在财务这方面 财政方面也出现问题 文革十年不得不走向改革开放 也是财政枯竭 这国民经济走进崩溃的边缘 那么现在到这个时候 看起来就是你说 很光亮很光鲜 但是事实上也是财政处于严重困难 财源少了 所以你要倒查几十年 没有一个政权是倒查几十年 减薪就能够促进经济了 这是我前面说了 中国道路的第三条道路成功 确实成功 百年中国现代化 超额完成 超额实现嘛 不叫完成 完成的后面还有了 还有好多事要做了 超额实现 不是超额实现 但是也不会成为全球 光不相看 包括这种新能战意识的信息 也是和他光不相看的 有关 你要穷哈哈的 不防你当事 还是烂泥巴吐龙 还是牛在耕田 还是人拉的板车 你看 你鸟都不鸟你 但是应该说这个百年是很了不起的 尽管这百年中国受的苦难 这个包括里面一些非常惨烈的历史时期 可以说它是这么一个 你刚刚说了 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醒过来了 它所付出的代价 代价是惨重 但当然讲这里面也有些领袖 那么说实在这个 并不是这些领袖 都是每时每刻都正确的 每时每刻都是围攻的 也有为事和错误的 导致了中国人的灾难 但是如果百年 这个历史里看 这百年是辉煌的 但是这个百年几乎又走到了 中国人的历史的一些老问题又出来 一个财政的危机 而伴随着财政危机 总是有一个另外的功能现象 财政危机这么多收入到哪去了 那么第一 庞大的坑官 庞大的什么 就多余的官 官号 官号 主要就是官号 国家治理越来越以维稳为中心 官号就多 编织就会扩大 就是说吃财政饭 村入以后都吃财政饭 吃财政饭的规模越来越大 吃财政饭的人 人效率越来越低 效率越来越低 我只说这第二个问题 我们这么说吧 在灯胡赵时代 吃财政饭的比例是很小的 效率也是最高的 到了江湖 吃财政饭的规模 也走到了空前 空前的大 但是吃财政饭那些人 效率也是很高的 照商影子 一边贪 一边也做事 因为做事可以带来贪的机会 潜力协助的机会 那时候我就在香港 我一直在这里 在这个会展中心这里 会展 天天有 天天有照商 对 对吧 那照商是你要看到那些 从各乡 区 县 市 省 各部委那些书记们 那种排场 真是 明知明高的挥霍 但是挥霍的同时 他又把这个爱呀 这些世界各国的老板们都给 清进去了 都清得去了 而且打得火热 有的时候我在想 当时我看得很气愤 现在又是我平静下来想 他和这些 中国的私营老板 来招商 不也是一样吗 那私营老板 不也是很挥霍吗 排场不也很大 只不过摆不到那么大的排场 当然是因为他本身就即便达不到那个程度 动用不了那么大的力量 但是你要从这个挥霍来讲 哎呀 中国的私营老板 丝毫不 不逊色于这些官 比官还有博士 这么到了这十几年 官号继续争承 空前地步 但是挥霍大幅度下降 奢靡挥霍大幅度下降 八项规定 从八龙八尺到八项规定 那个变化还不小 就是那种非常奢靡之风啊 奢靡之风是好多了 但是财政上的危机呢 现在这一年是越来越明显了 最近网上在大家传的比较多的 就吃财政方的规模 和财政消耗之大 八千万是吧 八九千万 那是党员吧 好像这还不包括国企 包括国企更多了 那么在中国道路的这个历史上面 是不是每一次财政危机 都把当时的中国社会拖垮了吗 好像也是两个可能性都有 一个可能性呢 一个辉煌的王朝 可能在财政危机下 崩 卡然倒下 也有了在财政危机下来 有裂盘重生的 两个都有 所以最近宇可平专门写篇文章 给王安石变化 王安石变化做了一些变富 就是历代的变化 其实像王安石变化 能够影响后世的不多 包括今天的户籍制度 还有包括今天的财税制度 包括英国人现在的行政管理的制度 这有意思 宇可平花了很大心力 我节目中有介绍过他这个观点 我上个礼拜还跟一些人 他们说的叫英美的社会制度 英美的政府 我跟他们说的 我说我告诉你这个 现代管理制度 那可是中国人传出去的 现代国家以英国人的文官制度 这个为准 我们再看看 这个就今天不谈这些了 一个官号 一个财政枯竭 财源枯竭 枯竭以后 你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个就光机就没了 对 一个就能捏盘重生 捏盘重生的概率有多高呢 所以比较光机就没了 就是说一个辉煌结束 你说在这个财政枯竭 财政严重困难的危机 官号如此之严重 能够捏盘重生 只要靠什么手段呢 成功概率有多高 倒逼机制 倒逼这两个字 自始至终的对话里都存在了 现在这个倒逼是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呢 三中全会现在所解决的 好像也没有太多 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大破大的 倒逼这个财政的危机 对于这个当权者 是很强烈的 感受是很强烈的 当然 这个中国一句古话 叫生于危难 死于暗乐 看看能不能有生于危难 对于当权者 当政者而言 那么财政的危机 就是危难 难以为继 难以为继 就麻烦了 嗯 那么这样子呢 这个 就会改啊 一般我看 看 看这个历史上面 我刚才说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呢 就倒下 多数倒下来 倒下来的状态呢 都是领袖 没有了这个 有所谓的能力了 你看这个历史的现象 领袖多数都因为一个年龄关系 这个胜利嘛 这个年龄 这是绕不过去 年纪大了 身体差了 精力 体力不够了 这个不当混军 也会成为混军 嗯 这时候如果 恰好是这么一个财政危机的到来 那么多数 卡然倒下 第二种可能性呢 可能他不能说是这个领袖的 因为年龄 因为胜利 而导致这个 这个不能有所为 而是这个军呢 本身就是 很弱的 一开始就是很弱的一个弱军昏军 它一直就是 这个 这个官幻当道 这样的财政危机面前呢 也是会倒下来 嗯 还有一种情况下面 这个领袖这个军 精力 体力 和本人都还是 这个 这个 雄心脯脯的有所为 嗯 这时候就是 这时候就是 我们说 可能就到达一个角度 不管叫忠心 还叫载心 嗯 那么忠心和载心呢 一般都伴随着 大政方政和制度的 这个变革 现在呢 就到这个 历史的 关口 你 主观地认为 现在这位军 是一个什么精神状态 身体 也还不错 没有什么 一线来呀 这类的东西 身体也还不错 一线来 什么这个传说好几点 传说的东西 这个出来走路 还可以的 好像有点 这个 通风可能酒喝多了 毕竟这个年纪 比我还大两岁嘛 对对对 所以比我还大两岁 这个 能够走路 还这个很娇贱 不可能 对吧 但是从眼神 和体力来讲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嗯 第二点呢 这位领袖 这位军 从上台 一直都是 要大有作违反的 嗯 这是他的状态 嗯 十几年的 对官场的 社会的 整数 我觉得 也建立起了 绝对的 个人权威了 嗯 就最起码这个权威 你不管是 人家是不是 幸福可福 这一点 这一点他花了力气不少 对 嗯 同时这也证明 他感恩有所为 嗯 他的感恩有所为 的这个破裂来说实在 也是 党内军内无人能及 对 看不到对他有具有致命挑战者的人 对 所以在这么一个 这个历史关头呢 我只能说 他有可能 大有可为 具体 这个历史关头 他的大有可为 是导致 这个 中国 再度辉煌 还是 倒下 我现在不知道 杨农可能性都 不能排除 这个 说实在的 大外宣 或者做大外宣的朋友 如果有我们陈平 这样一种角度 可能还有点说服力 我只能说 不管是什么领袖 也不管是什么政党 中国人 醒了 中国人的 所走的道路 以及这个道路 将给中国人的社会 带来的 更加辉煌 这一点 世界必须要面对 不再是黄祸 或者被认为黄祸 你叫他黄祸叫什么 反正 他已经出现了 这个中国人呢 真的又到了 又走到了 这个 泱泱中华大国 不管是泱泱中华共和国 还是泱泱中华新帝国 还是泱泱中华联邦 中秋 又是一个 现代文明的中华 这个是 已经不一 什么 哪一个政党 哪个领袖 会更进一步的虚化 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吗 一定会更加虚化 会更加的虚化 所谓社会主义的概念吗 这都是西方东西 什么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这都是西方东西 现在一百多年已经证明了 中国文明的这个根 这个体系太有韧性了 现在有一种文化现象 或者政治现象 这个习近平 我们所听到和接触到 不只是海外的自媒体 瞎起来说的那些 大概各个社会阶层的怨气 都比较普遍 几乎所有的阶层 所有的阶级 所有的利益集团 大大小小 大概都已经都得罪光了 这就是我上次说的 扫清了所有旧层 旧的这个权力结构 旧的体制结构以外 那你来勾勒一下 他想建立一个 什么样的新中国 老蒋的三民主义 也想构建一个新中国 建政 训政 军政 军政 训政 这个信政 那么毛泽东也愿意建制一个新中国 是吧 毛泽东也有 邓小平的中国特殊社会主义也提出来了 那么今天这个十几年折腾了之下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口号 现在进一步明确 现在我反而觉得 这个 这个人们说的这个当今的 有它的一些空话的口号 可能很喊对 比如说呢 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已经超原来的意识形态的题 这人不谈什么主义 对 都谈主义 对不对 因为这些主义这一道路 你一谈都逃不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他说在中国生计上面 我想可能叫中国主义吧 你还是费尽心事 我那个倒江湖了 倒江湖 按照我的本意来讲 不要谈这个主义 主义太多 谈主义不是中华文明的原生态 会回到中华文明的原生态吗 原生态是什么那样 中华文明什么时候谈主义的 中华文明历朝历代 2000年 谈的都是什么呢 治国安邦 平天下 谈到怎么样 不管是国富名强和国强名字 谈的怎么样的 作为这么一个共同体 我们说国家就是一个共同体 现在你从这次东庭湖这个当然是局部水灾 华龙泄洪 有几个现象我们看到了 企业不再捐款 捐款遭到了恶骂 百姓也不愿意去捐款 还有洪师之后也被消失掉了 然后这里面跟整个政府的公权力都受到质疑有没有关系 这也很重要 我觉得这恰好 尽管不是一个让人撑道的一个现象 但是它恰恰证明了 这个一个过去的时代要翻过去 一个公权力公信力的政府都完全丧失了以后 那就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前章 那现在肯定在这样的反腐下面 这么一个权力和利益 权力和这个等级化的享受 很紧地托过去的这个时代 包括民间的老板和财富带来的地位 权力荣耀这个时代结束 就像江湖时代 江湖战可以说是笑评不笑唱 对吧 有钱的人 有钱的老板怎么样的 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你有多少钱 一切乡村 怎么样的挥霍 怎么样的丑陋 都是一大堆 战役生 粉丝一大堆 我都不知道那粉丝干嘛 那穷迪大侠 你粉丝什么东西 然后对权力也是 到哪只要个大国的权力 从最基层的一个乡长 然后到什么上面 走到哪去 就一帮子这个 权力行租 这个每一个位置都已经有 都是一帮子这个老板们 簇拥在周围 然后还能变上 为一帮文人在那里 这个算的甜的 这个脆谱 是 那么这样的社会结构时代结束了 那么这个结束也伴随着这个结构当中的官商都躺平了 这一次其实虽然是一个小点 跟去年的河北大选也损失还有掩盖的面积不一样 当然它暴露了这个体制的一些最基本面 所以我说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关口了 OK 历史的关口 那怎么走下去 这历史关就是我刚刚说 说那些东西 那些都是活生生的 对呀对呀 原来关是什么样的关 权力在社会上表现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伤是什么样子 对 民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 这更清楚了 我今天到七十岁了 我逼连你 想着过去的时代要出来一个神 其他马上出来一个什么场景 但是这些东西在翻篇了 翻篇的状态就是因为他们都选择了躺平的状态 因为为什么要躺平 你可以说是哎呀 没希望的 还有一个呢 对于这个原有的各个这些活跃的阶层呢 确实他们的这个荣光不在 荣光不在 那不是躺平吗 是 那个比如说这几年流行的灌弹 对呀 这其实很消极的一个娱乐方式 那么他不 这个我的朋友很喜欢这些灌弹 是那是因为 这没活干了 这90年代初 经济的成长 谁他妈有时间灌弹的 马来西亚我认识个老前辈 他那时候经济创业的时候 赶路啊 他喝咖啡不用杯子喝的 用碟子喝的 为什么碟子冷却的快啊 喝完就赶路啊 肯定没有那个 这个夜总会卡拉乌汉 这个豪华餐厅舒服 但是现在的消费就是灌弹的 那是他没办法的 没办法 只能灌弹的 没办法了 这个是一种躺平的现象 或者叫逃避的现象 所以我说这 烈士进了又一个关头 这个关头呢 我也说了 这个领袖之状态何之所为 领袖跟我同联 有我这个状态就不错了 但无论我们面对那个形式 就不一样了 我的状态很好 应该会起到 也会起到蛮大作用的 但是呢 让我很有很多位来看好的 就是不管什么理求 不管什么政党 也不管今天世界上 产生了什么样的 叫做一个新冷战也好 过去友好的氛围不在了 中国人都会创造中国的辉煌 因为十几亿人醒了 真的彻彻底底的醒了 十几亿人醒 这个现在是一种文明 文明意义上的醒了 其实也是跟世界结果以后的觉醒 但是现在会走向更开放 还是更封闭呢 现在人家讨厌不跟你玩了 你的外资的减落 这么说吧 十几亿中国人 这么大的氛围 还有个不管怎么样 你摆脱不了的 这个亚洲的地缘 政治经济文化 你覆盖 这个空间 某种程度上 已经是可以保障 觉醒的中国人 你看来还是乐观的 不 我是看来这个人 就像当年拿破仑所说的 中国人是一头碎尸 你把它唤醒了 那真的不得了 是什么唤醒呢 这个碎尸原来是在田野 墨戈当中 是在田野 是在中法 是在家族 在那么一个转战之间中国严格意义上连现代工商城市都没有 短暂的出现有了 宋朝还有明朝有 市井社会有短暂的 他们还是一个 还是农耕社会为主 农耕文明 对对对 它的满足在那个农耕文明当中 对 因为也很容易满足 对不对 恩格斯马克思说的亚西亚生产方程 他不要去控制水源 自己解决水源问题 所以你这个整个这一点 我说是西方文明的伟大 船舰抛力 这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这个重天 两个觉醒 日本民族 大和民族在明治为新的黑船事件以后的觉醒 这也是一条日本现代化的一个道路 当然你出现了军国主义 对外侵略 那么今天的日本呢 经过了也一百多年的这个变化 它也已经变为世界强国之一 它基本是脱亚入欧了 有学者也建议中国要脱亚入欧 那么那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看法 中国如果不脱亚入欧 走的你说的这两条道路 即便是空话 但是觉得这两个口号已经没有 已经没有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期盼 因为我是这样 他能做得到吗 你又说他是个朴素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 中国人是脱不了亚 也入不了 那你说的第三条道路是这个概念 对 你怎么脱得了亚 你本身是一个 十四亿人脱不了 是一个原创性的问题 而且你本身在亚洲地区你扮演的角色 也不是脱得了的一个岛国 你也脱不了你也入不了 你这么大株把人家给狗玩玩了 对现在你就是产能 就单单起三样产品人家已经受不了了 你这入不是反空为主了吗 是是是 对不对 完全西化也做不到 完全西化的尝试在一百多年前也证明局部地区可能有效 台湾也不叫做完全西化 是是是 台湾的选举文化其实你细部观察很好玩 跟闽南地区的歌载西文化很像 那种地狱性 我称之为叫做现代中法性 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 那么也就算中国 勾勒一下 未来五年到十年的中国 大变 不能两个字 是大变 大变有一个什么样 你目前的观察和你的理解 跳开汉武大帝的电视剧 对我们很严肃的 未来五到十年 兄弟你我如果还健在的话 也就说八十岁了 已有的秩序 肯定是维持不下去 既有的秩序已经难以为继 对 那个秩序就包括了政治统治的概念 理政的概念和主义等的东西 对对对对 尤其是这个主义的秩序 一定维持不下去 一定是要不就不要再谈什么主义了 就讲中国 就讲我崛起地重新放光满的秧阳中华 是什么 变什么主义不主义了 小夹子气 主义是很小夹子气的 对 主义是没有天下观的 OK 中国人的天下观 从来没有主义的概念 对 你说的主义是现代概念 对呀 但是基本人类的 比如说这个自由民主平等 博爱啊 这些 你说是博来的吗 我觉得他不是博来的 与生俱来的人类应该要有这个要素 这是我们说 我觉得西方有一点 或者中国翻译的比较好 称之为自然法 或者叫普通法 对 就是常识法 其实很多常识 就包括胡尔泰的 四乡启蒙的东西 很多也源自于东方 对不对 中国早就说了王子犯法 宿民同村 对不对 你又说我看 这个汉武大帝 汉武大帝到老子 很难够醉几招 但是共产党从来没有醉几招了 这就是主义搞的 对对对 主义搞的 共产党从来没有公开说自己是错误 但是因为这个主义 马克力主义是人类的真理 这怎么就坏了 有哪一个别说马克力主义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历史决议也丝毫没有坦然地表达自己的失误 为什么我说这是主义搞的 你看一个又一个宗教给人类造成过多少次灾难 哪一个宗教最急造了吗 教皇有一点 为他们的天主教的那些家伙们那个炼童币啊 侵害有了有了 有赔款之类的 那其他很少 那只要他妈认真忏悟一下就可以了 自我批评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换一次 这是因为他们都是主义 都是信仰 这个有一点意思 好了 没有主义了 还有呢 这个主义啊 信仰 小家子就我说过了 中国人以前对党啊 对党的概念从来都是坏的 捧党捧党 进党是干嘛的 接党赢私 进党是赢私的 因为天下是围攻的 是天下围攻 没有说进党围攻 这党从来不围攻 是为小不能自己的利益 中国文化 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吹锅拉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说中国文化有党的正当性 政绩天下何来党 他妈的一党就给你灭了 本身党就不是个好东西 好吧 你要给他党 你就一定是要多党 大家互相去支援 你党就代表一个利益 利益团体 你代表了一个利益团体 不管说你代表了多少 你还是代表了一部分 你不是代表了全体 对 即便是你有意义的党员 你也是师啊 对啊 也是家天下 也是党天下 你党总是代表了一部分 这些言论战1957年 绝对每一句都是右派 但现在我们可以来这样的 做一些鸟看 做一些千瞻 这都是我想 大家也不必要再去敏感 本身就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 为什么他们为那些这个 你现在变得非常国粹了 对不对 你就为那些东西辩护什么东西去啊 对不对 对 党是中国人的东西嘛 根本就是 西方舶来 对 是强加于中国人头上 碰党政治 是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祸害 政党政治不是碰党政治 我不要说政党给他好听 碰党 碰党危害 碰党危害 宜金为烈 对 一百年了 一百年从苏联搏来的两个党 中国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 然后紧接着后来又出现了很多 台湾的这个政治转型的事件 有另外一个概念 在研究中国的未来五到十年 要把台湾这个元素概括在内 这个才会比较完整 我在台湾投资十几年 台湾的党我也都集中了很多 所以我也不发偏能了 反正啊 如果说中国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中国自己的道路证明 会带来在世界上面的一个辉煌的第三条道路 我们不排斥政党 但是呢 也不要把党像过去一百多年 党好像挺神圣的 不管什么党 党就在中国文化里面 党就是碰党 这里的台湾我看得很清楚 我今天回到台湾 我台湾看得非常清楚 在中国文化的党就是碰党 民进党的腐败很快就出现了 这是因为 你要知道你在什么文化上面长什么东西 对对对 对不对 中国文化的土壤 你要在他们印象西方式的那种政党 那不一样 台湾以后就是有 还有一点日本文化的侵懒 那就是日本的这个党华 才华政治啊 就会 也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些表现 但是很有趣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在研究中国未来的问题 不能把台湾割裂出去 把台湾做一个总体 两岸三地的政治发展的实践 香港的生据 无论它是向下还是有没有机会向上 这些都是一个未来五到十年 中国的整个社会变化 这样的看来 我觉得会更客观一点 你不把它割裂着看 这个也不是一个大一统的 一个视角下的边疆政策的一个治理 把它作为一个整个中国的走向 现代化 进一步完善现代化过程中的三个模板 那这三个模板 把它视为一个整体 而不是视为各自分裂 我想这样得出的结论 可能也更加客观 是吧 可能会互制于更具有现代化意义的 未来十年到五年的一些 中国的变化 你刚才其实有一个提念就是 中国式的现代化 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 这两个口号已经没有意识形态的期盼 对 不管它是不是还有意识形态的前提 但这两个口号其实已经 不再是过去那种空洞化的东西 我觉得已经走出了意识形态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有生之年这位原始的朴素的 共产主义原教主义者 他真的也会做一次新的思想理念的一些生化吗 有可能 OK 我们都不排除任何可能 对 有可能 而且我刚才说的中国道路 你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第三条道路 但本身中国道路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一条道路 如果人类历史最悠久的道路 在最悠久的历史 至少有两千多年是封建王朝的一个更迭 今天的现代的中国 是不是也会走回政权轮替的一个历史规律 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关 这个江山不是王朝 这个江山确确实实 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 迄今为止 世界上的第三条道路 也没有一条走成功的 无论是西市的还是其他市的 那么中国的你想说的 中国的道路本身就存在了 OK 它是存在的 OK 它在不断地变形 现在我看它真的是不断地变形 不断地在调试 在适应这个 这个调试的机制现在还在 对 它不断地在适应 如果这个调试的机制 已经僵死或者停滞的话 那就意味着这个政权的某种程度的终结 就是它不断地调试 它不断地应对危机 那么危机是不断地出现 危机不断地叠加 我想从认识观来讲也正常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本事去化解 或者是根本就无能为力 大概也是在历代的 王朝更迭的时候的一个表现 我看中国的道路 调试能力 适应能力非常强 OK 这个民族很多带有本质性的 一些族群性格 其实在这些年也不断地被消磨 比如说它的节俭 它的勤健 它的勤劳 然后它的节俭 它的韧性 这种韧性 其实在外敌入侵的那13年 是表现得很充分的 不是说你看现在 那么在我们的农民工 几亿农民工 为了改革开放 现出的人口红利 做出的巨大的牺牲 也是很明显的 是吧 那么是 它有一种 我看最近 习近平的什么光辉思想 里面的金融思想 它对金融预域里面 有一些现象 它是深恶痛绝的 比如说炒作 牟利 它好像是 住房只住不炒 这都一种 你想原始的 原教旨主义的这个东西 它还是根深蒂固 这里面我 可能现在奇外话说一点 就对房地产 可能觉得房地产破 破了好像不得了的事情 我觉得大好事 现在在第二个才破 是金融泡沫在破 对 包括现在是金融的那种 倒茶倒茶减薪 那种高薪 那是泡沫 为什么是大好事呢 房地产泡泡破了 在中国经济重新具有竞争力 它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成本的优势 你知道 这个房地产泡沫的成本 是靠石铁经济消化的 它会到达那些产品 那些服务里面的成本构成 对不对 我们说现在是出口不行了 是有抵制 有这个政治文化的因素 但是 你要知道在十年前 就已经中国商品的 性价比的成本 已经受到一些挑战 对 对对 那个成本为什么会高起来呢 那是因为 这里面房地产占多高的成本 房地产直接占了和间接占了 那这个泡沫片 任何生产和服务 都需要有建筑空间 这个房地产的 这一个持续的 出现这样一个大的调整 对中国的整个经济转型 也是至关重要 但是会有多少时间 留给这个执政者 我觉得 对所谓的国债 对所谓金融债务 你从历史来看 什么时候这个债务 都是能够清偿的还掉的 没有 计划经济时代也没有 最后就是 冲销掉了 就冲销掉了 对不对 所以叫国债也要还的 我经常说国债是不需要还的 本质上是不要还的 巨大的金融泡沫形成的金融的债务 也不会是以这个常规的还债方式去偿还 我们把话题留在未来中国的展望吧 有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往前走 反正我知道讨骂我就干脆全部他说心里话 包括再多别那么在意 这个话又会讨骂 现在你看金融泡沫才破了 好啊 回归一个朴实的中国 回归一个朴实中国估计难呢 中国人的韧性可能也是中国人的伟大 在什么 中国人的韧性 也是中国人的什么 中国人的伟大 OK 韧性还好 惰性就麻烦了 现在养成的各种躺平 会有机会换花新的开始 也是他的调整 也是中国人的调整能力很强 你比如说我们前一些年 看到中国人没有这种 这个我们被称为传统中国人的节俭 现在节俭不都回来了吗 很快消费发力就是节俭了 对不对 你看同样包括一代人能够迅速回到节俭状态 一流 这就是中国人的 所以这个 这个 现在消费的这个减弱 现在出现了两个正常的医疗现象 这个脂肪肝都少了 脂肪肝喝酒喝的 糖尿病也少了 是是是 你看这个节俭会在同一个人 在同一代人上 从12米到节俭能发生 这个表示了中国人的弹性 我是这么样看的 OK 还有什么继续分享 我经常看这些 看这些 看这些 我们谈到了房地产 谈到了金融泡沫 谈到了中国人的灌弹现象 躺平现象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 所在整个世界经济当中的竞争力 还会再次的上升和大爆发 OK 这个估计会在未来五到十年出现 帝王将相啊 是如烟而过 而觉醒的中国人 会在这个创造着中国 这里面其实我们谈的中国人 在未来五到十年 其实是 是零零后一零后了 不是我们的 我们要退位了 逐渐的淡住了 就是更新一代的年轻人 会有你这个思想 更新一代的年轻人 会有你这样的一种 你说的这样一种 上新节 他妈的啃老的一大堆 你就看他们能够躺平 能够躺平也能够崛起 不错 我是这样的看躺平 他们自觉的休养生息 能够躺平 躺平是不消极的现象 是个阶段性的现象 而不是个避世的现象 不是个消极的现象 我们无非是对80、90后 就70、80、90 那种鼓赏那种挥霍 那种奢靡 那种躁洞 对比下说他们躺平了吗 你这些 但坑岛在60年代70年代 坑岛不是个常态 陈平今天对很多目前的社会 急剧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现象 包括文化现象 包括整个族群性格的表现 有自己的一些解读角度 那么对未来五到十年 基本是看好的 认为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作为不时宜哪一个党的生命力 能够持续 而是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觉醒 有自己的意思 这个觉醒的前提是 有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 四十多年改革开放 父辈财富的积淀 以及跟这个世界的最先进的 这个科学技术的接轨 思维方式的接轨 引发西方国家 对这个民族的觉醒之后 都展示了巨大的生产力的东西的恐惧 其实也是一个必然要出现的现象 那么不去谈东升西降 而去谈这个民族觉醒以后的路在何方 这个路 一个是中国是现代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一个是这个执政党 怎么要适应这个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 陈平的解读是要放下政党的一己之私 因为你是彭党 别再谈什么主义 主义不是中国人东西 主义是舶来的 对 外界强加的 无论是什么主义 主义政党都是舶来品 那么这算不算是中国在整个世界文明和能力文明 历史上现在尝试走的第三条道路 这条道路 中国还是谈谈天下 就天下观的问题 天下 苍生 天下苍生 以民为本 这个说了半天 还是归到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 治国理政的一些根本 对吧 所以我想这个话题 可能我们也是抛奸引逸 你比如说 我这么说吗 如果按照中国文化 没有什么这个主义政权 这个党 那个党政权还是错误 只有国之昌盛及明军 国之贫弱及昏军 标准很简单 就这一句话 大家日子过得怎么样 这个昏军或者明军 这样一种制度 其实是天下系一人之上 一个十四年 你可以把这个系为一人 也可以它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官僚的 中国实际上历来的文官体系 它是这么一个体系 这么一个治理的一个阶层 怎么样 尤其中国社会过去 有的很好的科举制度 它认识社会 这么一个流动 但是现在应该是在阶层固化方面 已经表现得很突出了 这些东西是怎么冲决 怎么突破 把一些该请出去的舶来品给请出去 但中国的东西也有 留下来是这个西方文明的里面精华 把西方文明那些 那些争来争去的东西 那些宗教性的东西 真的 它只适合于 对没有主张的一个民主 中国人的主张非常清楚 天下产生民本主 好吧 我们这一期节目 应该说基本达到了目的 再扯下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法 上一集谈的是 中国现在是个什么社会 这一集中国将走向一个什么社会 我们陈平先生有自己的一些观点 讨骂也罢 战役也罢 我们已经不计悔欲了 因为我们这个对话 不是为那些迎合的人而设计 也不是为那些宗门的讨骂 来骂娘的人而设计 不迁就 就平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陈平的对话的一个意义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所有的东西 网络上的东西有水军 有不在乎有人工智能 我们都已经是七十岁的人 七十多岁的人 未来的中国也许我们都还有这样的机会去见证到五到十年的变化 也很难说我们能不能看到十年以后的中国 但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去探讨百年变局之间的中国 但对话成平呢 当然我们努力看看能不能再做下去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做下去 我们可以再休息一段时间 如果觉得有必要做下去 我们当然还要有所安排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